马斯克又吹中国了 他竟然说 未来全球十大汽车除了特斯拉外 其他九家都将来自中国 简直是离了大谱啊 就算咱们的电动车技术领先 但是从来没人敢这么幻想过啊 但马斯克就是这么做了 而且这还不是他第一次公开吹中国了 如果翻开历史你会发现 马斯克经常在推特上夸中国 什么中国基线快美国100倍 中国效率比美国快得多 中国电动车和新能源世界领先等等 只要谈到中国 马斯克基本上都是吹的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 马斯克是中国代言人呢 为什么马斯克这么喜欢吹中国呢 有些人说 还不是因为钱嘛 其实真不是啊 而是他内心是真心佩服中国 马斯克的确应该感谢中国 毕竟中国曾经拯救过特斯拉 但这并不是他成为中国吹的理由 要知道 马斯克中国吹 可不仅仅是口头上说说而已 他在我们一些重大的问题上 那可是直接站队中国啊 比如美国制裁中国人工智能的时候 其他国家都不太敢在人工智能上 与中国合作 但人家马斯克是怎么做的 他直接了当的说 没有中国参加 人工智能峰会就没有任何意义 直接让美国孤立中国人工智能的战略 打了折扣 还有在台湾问题上 美国一直在搞事 但是马斯克又站出来搅局 公开说啊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瞬间就让美国人破防了 他们辛辛苦苦在媒体上酝酿中国的形象 轻轻松松的就被马斯克给破解了 因为马斯克的这句话 很快就登上了各大媒体的网站 甚至有美国议员公开批评马斯克 这些表态可不是一个资本家能够说出来的 资本家大部分都是两不得罪 两边吃红利的 而马斯克大部分生意都是在美国 他也是靠美国的影响力才能走到今天 如果他真的只是以资本家的角度看待中国 那么只需要像苹果高通的媒体一样 沉默或者嘴上忽悠一下就行 压根就没有必要为了中国得罪美国啊 事实上 在早期时 马斯克对中国也没太大的好感 当初有媒体问马斯克是怎么看待中国电动车和比亚迪时 他的态度就非常轻蔑 公开嘲笑说 等他们活下来再说 马斯克是一个真正的科技狂人 向来只崇拜那些技术比他好的人 再加上那个时候特斯拉已经是硅谷的宠儿了 瞧不上中国电动车 那也是正常的 但是随着他与中国的接触越多 他越发现中国科技的可怕之处 比如机关雷达 就硬生生的让中国给干成白菜架了 机关雷达可以说是马斯克最易难平的一项技术了 当时马斯克搞自动驾驶的时候 就考察过机关雷达 然后就发现这玩意儿太贵了 用在电动车上根本不现实 因此他坚决不用机关雷达 还公开说谁用谁傻瓜 这么说的确没毛病 当时机关雷达都被欧美企业给垄断了 一个高新能的机关雷达 竟然要8到10万美元 比汽车都要贵 而且还得排队才能买到 想要大量安装机关雷达根本不现实 作为科技狂人 马斯克有一千万个理由抛弃他 但是他万万没想到 中国车企毫不犹豫的上了 而且华为和赛等企业 还直接将机关雷达干成了白菜价 现在的价格只有几百美元 马斯克这下傻眼了 上万的机关雷达是个累赘 但是几百美元就特别香了 后来特斯拉也在偷偷测试机关雷达 现在马斯克的城市街路线 和中国的机关雷达路线依然在大战 类似的事情还有电池 一体化压注机等等 原本他是非常看好原住电池 但是中国的比亚迪 宁德时代却硬生生的将方形电池 如此马斯克曾对特斯拉的未来模式进行过规划 就是要像造玩具一样造汽车 只需要建好模块拼装就行 其中可以把各个零件压注在一起的一体化压注机 就是最重要的技术 当时瑞士布勒 德国富莱等企业都搞不定 后来中国历境集团接受了挑战 拼命研发 只用了9个月就搞出了马斯克信心念念的一体化压注机 作为科技狂人 他在美国一直就是技术颠覆者 但是来了中国后 却屡次被中国技术给颠覆了 只要马斯克遇到问题 中国企业总能提供帮助 因此他对中国科技观念一直在改变 从早期的看不上中国企业 变成中国就是未来 最近有说 世界前十大车企中将有9家来自中国 那都是中国制造业和中国企业 一步步征服马斯克开始的 中文字幕提供